吴亦凡现在被关在哪里 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根据众多权威媒体的报道 他应该就是被关押在朝阳救救所里了 可能这就叫阳光赛的罪恶 吴亦凡做到了 他利用了自己的资本 让女孩们愿者上功 娱乐群的光环遮住了阳光赛的罪恶 只不过吴亦凡之前风光无限 如今沦为了接下球 对于吴亦凡来说 才30岁的年纪就要进去了 真是实惨 毕竟作为顶级流量 像他这样的还真是少见 现在除了人身自由受限之外 很多平常他喜欢做乐意做的事情 都没办法了 据知情人称 在看守所里 不能戴墨镜 做发型 唱电影 也不能护肤 但是一般会长胖 让吴亦凡接受这样的生活 估计不用想也都知道 肯定是无法适应的 虽然当初吴亦凡也因为拍电影的关系 体验过监狱的生活 但拍戏和真进去可是两回事 吴亦凡把两者结合起来 估计也算是娱乐圈的第一人了 大多数女孩都选择默不作声 站出来的数量已非常可观了 可见数量确实很多 自愿的 连吼带骗的 靠其他见不得人手段 达到目的的 都肯定存在 其实年轻人也应该反思下 什么是顶流 什么是偶像 成为顶级流量的难度 其实高于获得高考状元 无数想成为明星的尝试者 都失败了 真诚性的不多 成为顶流更是难上加难 一个小型家族企业 核心成员是吴亦凡自己 妈妈 表哥 带领一个离职率 极高的工作团队 转眼性 因为自己核心资产 吴亦凡的约束和保护 也基本处于佛系状态 只能说 这一切除了吴亦凡自己之外 他的团队 也是他跌落神坛的 最直接原因了